有非常多的这个舆论都会说 打人是不对的 但是打三斤就是打得好 开枪是不对 但是你没有把成山打死就更不对 不过我觉得我错了一个点 就是我被打完之后 我没有立刻开直播 请大家传承我的意志 我觉得我跟前辈比起来 我还少了那么一些些 我现在来管场直播 我就是在消费我自己 因为我觉得我们不消费我们自己 我们遇到这么残酷的事情 不会被正视 我准备要过马路 因为我通常都是 对我都坐公车捷运 或是用走路的 那这个人他是从旁边走进来 对我在等红绿灯的时候 我突然觉得有一个人靠近我 结果这个人靠近我之后 他就突然看着我 然后就问说 请问你是陈怡吗 我可以跟你合照吗 然后我就觉得他很可怕 因为他的眼神是那种感觉 有在加油啊那种的 所以我就一直往后退一下 然后他突然说可以跟你合照吗 我就想说可能是粉丝 然后我想说因为我最近真的 也吸收了不少八九粉丝 我就以为他可能是我的八九粉丝 然后我就想说 OK我就点了一个头 就很下意识的嘛 因为有人叫你的名字 你一定是下意识的点头嘛 所以我是很亲和的 亲切想跟粉丝合照 就没想到他就手机这样拿起来 看起来要自拍 然后就突然瞬间 欸我示范一下 他是真的就是 比如说我们两个要自拍这样 就瞬间往我的头靠过去 但是我们就左右不良 他确认了身份之后 就下去了 对所以我其实是完全没有做好任何准备 因为我还是很开心正准备要自拍 然后他是瞬间 而且是就是大骂一声就 这样打下来 我现在想到那个画面 我都还是觉得非常的可怕 是 所以你中了好几拳 没有后来我刚刚跟你讲说 他在打下来的当下 他真是存心想要尻我的头 如果让他尻中的话 我就会跟透以斯一样 可能缝个十针 可是我闪躲技能点得好 所以呢 他尻下来的时候 我是本能的就往旁边闪 所以K到了耳朵 所以才会K到我的耳朵 然后可是他就是第一拳 算是有一点那个空大 就是miss 然后呢 他就第二拳第三拳追着继续过来 然后第二第三拳的时候 我就开始是抱着我的头 然后开始闪嘛 所以他还是就是有 往我的头部攻击 就很存心的是 打算要让我受重伤的 可是因为他可能就是 攻击技能点太少 从事情发生到现在是第三天 对 你有 想过是为什么的 为 why 因为我得罪过的人 真的太多了 所以我真也不知道 到底是谁来的 现在 只要我骂过的人 他们人人都有嫌疑 包括你可能也有 你是清白的吧 我今天来你直播就是看看说你 有没有可能是你 所以可能是很腹黑的 很韩剧的 就是说 我今天就看你来 其实我心里面是很开心的 我就来看你很衰这样 事实上那个笑人 我们刚刚才见过面就对了 我还说干得好 对 不错 毁失灭迹了没 那个毁证据了没 手机要不要检查一下 我刚刚一来就跟管长说 我先看一下你的手机的通联记录 有没有问题 我现在就一个一个彻查 我曾经骂过的人 结果你就在路边 等一下下 等一下我们这边 我们现在在林口 等下你下去 结果你 说我先走 结果你在Sieben买东西 结果你就看到我跟他在路边 抽起了烟在聊天 有说有笑 是这样子吗 剧情是这样子吗 没有啊 有可能就是 我之后也会上吴宗憲的节目 去跟吴宗憲聊聊 有可能就是你跟吴宗憲 有没有合资嘛 也是有可能的 还合资哦 不知道 这还要合资哦 开店做股东哦 有没有可能哦 当然我看到网路上 有非常多的这个舆论 都会说 打人是不对的 但是打三斤就是打得好 你当年中枪的时候 我知道 也是一样啊 大家觉得你中枪活该耶 不是 我当年是比较 我这个是比较地狱 很多地狱梗 我躺在医院就看到很多地狱 这真的是不好 因为你没把成山打死 对 他说打人是不对的 但是打得不够用力 对 开枪是不对 但是你没有把成山打死 就跟不对 对 不过我觉得我错了一个点 就是我被打完之后 我没有立刻开直播 请大家传承我的意志 我觉得我跟前辈比起来 我还少了那么一些些 我弱了 我都已经做给你看了 对 你到底 我就很担心 我的网红生涯 没办法继续下去 是 所以我现在来你的直播吗 我传承一下我的意志 我有点害怕 哈哈哈哈哈哈 没有我们两个其实真是苦衷作乐 你知道吗 因为你如果真的遇过这种暴力事件 说真的我没有被打之前 你叫我说真的 我能够完全的理解说 你中三枪的感受 我不可能 是不可能的啦 对 那个突然嘛 当然我现在跟你比起来的痛苦 是差太多太多了 可是我可以理解你的心情 就是太突然 太可怕了 像你以后走在路上啊 人家走过来你就会怕 会 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就疑神疑鬼 有人靠近我 我就觉得他是不是想打我 真的我就 现在连吃也吃不下 睡也睡不好 所以我完全可以理解 你就是 即使中枪两个月 你说你出去吃面 你还是会怕 对不对 那时候被大家笑 我也笑你啊 我说 那时候被大家笑 你要消费自己消费多久 对不对 我只是觉得 不要一直消费自己嘛 但是各位 我现在来管阳直播 我就是在消费我自己 我就是来消费我自己 因为我觉得 我们不消费我们自己 我们遇到这么残酷的事情 不会被正视 就大家会觉得你活该你应该 然后这个案子 如果没有继续查下去的话 就没了耶 就没了 就没了 看我就对了 所以我不消费我自己 后面是谁 后面是谁 我们其实最重要是 那个人是现行犯 当然抓得到 但是是谁指使他来做这件事情的 那会不会有下一次 我不知道 就像你 你中了三枪 你不知道还会不会有 其他的第四枪 所以我觉得 今天这件事情 很希望就是透过馆长 还有其他可能的官份 可以帮我们高调 然后请政府正视这个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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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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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